每个国家都为了自己的国家安全 为了国家的主权嘛 但是像我们国家叫做国防部 对很多都是北京 北大西洋防卫组织 可是虽然叫做防卫组织 其实他们所采取的 都是扩张的做法 都是进取性的 也就是这美国的一般的 包括新保守主义 包括美国的一些战略家认为 最好的攻击就是防御 就是帝国他要不断的 把他的沿线扩张 像美国来讲 把北大西洋攻击尽量往俄罗斯推 推的越远 请问一下美国的本土的安全 是不是就越有保障 这个逻辑美国这几百年来 很重要一个战略布局 特别冷战以后 就是不要让美国的本土 有发生战争的可能性 不要让美国本土 发生战争的可能性 就把所有的战场尽量往回推 尽量把发生战争的时候 都在其他的国家发生 而不会到我美国来 所以你可以看出来的 美国的防线 原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然后北约的东扩 再北约的北扩 然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再往西扩 扩到太平洋过去 结合日本韩国 老师那他以后要不要改名字 因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这个名字是不是要再修改一下了 因为他的范围这么的大了 变成全球性的 这个名字只是一个名号而已 佛经里面讲的所谓什么 不是什么是什么 我常讲所谓大山 你这个山里面进去看 没有叫山啊 就是树木石头河流啊 可是他叫做山 所以北约什么叫北约 所谓北约非北约市民北约 就所谓北约组织 它其实不是一个北约了 但是我们叫它北约 所以你就叫它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吧 叫它NATO吧 其实它跟NATO的实际东西 它已经变成全球性的 以美国为主的一个安全体系了 台湾似乎好像也有一点点 那么的像是芬兰 虽然我们看到这次呢 北约计划要举行外长会议 要接待一些非成员国 像是芬兰瑞典 这些还没有加入的 那另外还邀请了亚太伙伴 包含了澳洲纽西兰 日本跟韩国 这个部分刚刚老师有提到 他们会在军备网络跟科技 这些领域呢 来进行一些合作 但是呢 其中英国外交大臣呢 却提到说要确保 像台湾这样的民主政体呢 有能力自我防卫 所以现在看起来北约 除了东扩北扩西扩之外 还打到了亚太地区来 北约也在打台湾牌吗 我觉得这个亚格鲁撒克逊 真是坏透了 你看看那个英国外交大臣 我真的怀疑他了不了解 真的是国际政治啊 我觉得他的国际政治的认识 真的非常皮毛 但是毕竟亚格鲁撒克逊 他们本身有一些外交的传统 他们还以为他们是大英帝国 还以为自己是日不落国 还在指点江山呢 我先讲说 美国基本上把北约当成是一个全球 以美国领导的这么一个安全体系 或者以美国领导的 以安全为名的美国利益的体系 他在北约已经完成了东扩 完成了北扩 在亚太地区你看我们看到了 我们从美国有很多的双边关系 美国跟日本的关系 美国跟韩国的关系 美国跟新加坡的关系 美国跟澳洲很多双边关系 还有三边关系 阿库斯对不对 美国澳洲跟英国的三边关系 还有所谓的四方会谈 美国印度日本澳洲 还有什么 还有五眼联盟 一二三四五美国全都有 但有一个没有就是台湾没有 这个过程中你可以看 所以说美国其实除了北约以外 他也在亚太地区或者印太地区 打造成一个新冷战的一个体系 那这个新冷战的体系是对象是谁呢 毫无疑问是中国大陆 一定是北京 变成他所有的目标 基本上他把欧洲 俄罗斯当成是个目标 他利用乌克兰去挑动这一场局 严格来讲 美国是非常成功的 你看这是利用乌克兰的事情 把俄罗斯 连北欧都完全都加入了北约了 俄罗斯被迫退到了乌克兰以东 再也回不了这北欧这个大怀抱了 那同样道理 他在面对亚洲的事实 也是把中国大陆当成是一个 最重要的一个假想敌 那在这个过程中包括日本韩国 包括东南亚国家 包括印度 甚至包括印度 澳洲印度 他希望这条线就扮演同样是北约这个角色 但是你刚刚讲了 英国的国防大臣 外交大臣就说 要帮助台湾的自我防卫能力 他从来不敢讲台湾要不要也加入四方会谈 台湾要不要加入你的奥库斯 台湾要不要加入你的五眼联盟 基本上台湾如果是以国家的身份加入 就像是北欧国家 乌克兰国家加入你北约一样 美国为什么不敢让乌克兰加入北约 2008年就明明确确的跟乌克兰讲说 你不可能加入北约 这是法国跟德国的态度 可是美国就在那边煽风点火 乌克兰要加入北约 乌克兰加入北约 可是台湾比乌克兰处境还更不如 美国可从来没有叫台湾加入它的防御体系 以前我们在国民党执政的时候 在1971年以前 还有一个中美共同防御条约 现在美国只把台湾当成是一个政治实体 它不可能跟台湾建立一个防御安全条约的 它要的就是第一个 我可不可以 你看看刚刚讲的 帮助台湾有自主防卫的人力 那简单是什么 请你尽量买武器 重点来了 重点来尽量买武器 买武器 我们帮你防御自己的能力 那你就尽量买武器 第二个 他在整个他在西太平洋 他唯一能够触动大陆神经的是什么 就是台湾 所以说我一直很担心 我记得上你的节目在去年就讲过了 美国有两个选择 第一个选择就是利用台湾 来挑动一场两岸的冲突 让中国大陆掉进这个战略的陷阱 就像这一次的俄乌战争 让俄罗斯掉进这个战略陷阱 是一样的 然后利用这场战争来摧毁 中国大陆它的经济发展的一个战略空间 这是它第一个战略目标 第二个战略目标就是 如果说局势它没有办法 大陆它完全没有办法 它或许想说 我可不可能利用台湾 向大陆去卖一个好价钱 卖个好价钱 卖个好价钱 那当然 只要大陆愿意搭业美国什么事情 它牺牲跟台湾有什么关系 这是第二选择 那不管这个第一选择跟第二选择 现在都还没有做决定 对不对 在这个还没有决定以前 它采取一个最稳当的选择 就是要台湾增加自为的防御能力 赶快买武器 又是买武器 对所以说你看 它不管是选择两岸的冲突 还是出卖台湾 让美国获得利益 这两个决定还没有做出来以前 先让台湾买自我的防御能力 这个算盘稳赚不赔 所以你可以看出来 的确台湾的处境 被向美国利用乌克兰去挑动俄罗斯 美国极有可能利用台湾 去挑动中国大陆 这个历史的距离是一样 历史发展是一样的 唯一的差别在于说 乌克兰毕竟还是一个联合国的会员国 跟所有的国家都有外交关系 可是台湾不是一个被联合国承认 是一个具有国家人格的 这么一个政治实体 而我们跟现在台面上 不管是三还是四还是五还是六 还是北约的所有国家 我们都没有外交关系 中天观众有好康 就是请你上快点购 买这个物化器呢 送水神是一举两得 当然我们现在有推出了 三种好康的组合 有效帮你保护起来保护家人 那么防疫不能等 赶快上快点购来买 要输入我的推荐代码 CTI108就有折扣了